美國總統拜登二十九號 宣布了一系列對抗疫情的措施 包括要求聯邦雇員接種疫苗 否則不能出差 還鼓勵地方政府補助民眾 一百美元打疫苗等等 軟硬監視就是要提升疫苗的接種率 來對抗Delta變種病毒 為防範Delta變種病毒 美國總統拜登軟硬監視 希望再提高疫苗接種率 二十九號他宣布 將要求聯邦雇員接種疫苗 否則要全天戴口罩 並定期檢測也不能出差 Every federal government employee will be asked to attest to the vaccination status Anyone who does not attest Or is not vaccinated will be required to Mask no matter where they work Test one or two times a week To see if they've acquired COVID Socially distance 不只如此 拜登呼籲地方政府 动用美国救援计划的资金 提供完整接种的民众一百美元 相当约两千八百台币的奖励金 此外拜登也强调 透过美国救援计划 联邦将全额补助中小企业 让员工放有薪假去打疫苗 更预计扩大补助 不贴企业 让员工带家人打疫苗 也放有薪假 美国疫苗接种速度趋缓 目前约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 至少接种一剂 完整接种人口约为百分之四十九 确诊病例数则有上升趋势 过去七天每天平均新增六万多例 平均每天约三百人死亡 公事新闻林笑如编译